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遗昧一点都不要有 因为很多的遗昧带下来的行为 带下来的生命 其实是令人会摇头的 所以他一开始他就说 使苍蝇使作香的膏油发出臭气 这样一点遗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容 正如一个罪可以让很多东西败坏 所以一点的遗昧呢 其实也会影响整个香膏的 就好像你吃一碗面 突然间你看到一个死苍蝇在你的面里面 我想你整碗面都想倒掉 所以在整个香膏的一罐的香膏里面 你看到有一个死苍蝇在里面 你也想把整个香膏丢掉 原来一点的遗昧也会败坏智慧和尊容 很多人是一身英明 可是他有一个遗昧之举呢 可以毁掉他良好的名声 可能我们一生很谨慎 也真的毁于我们一次遗昧的行为 既然遗昧那么不好 那我们应该怎么不做遗昧能呢 遗昧是什么意思啊 遗昧就是愚蠢愚笨 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曾经做出来的 我们都会摇头觉得为什么我会这样做呢 没有做过遗昧的事吗 我有 有一些时候我自己都会摇头 我怎么这么遗昧的呢 那我们应该认识什么是遗昧了 因此我们就要避开遗昧 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呢 他总共有十四个遗昧 当我在读的时候看到 这十四个遗昧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避免 而且我们可以用怎么样的态度去胜过他呢 所以他第二节他就说 智慧人的心居右 一昧人的心居左 所以哪里是右哪里是左 这里是左 这里是右 对吗 哪里是左 这里是左 你的左 你的左手 这里是右 为什么他用这个观念呢 所以我想今天可以用 积极的一个小题 来带出这一个消极的层面 所以意思说 第一点 我们心要偏右 因为右代表了善 原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 左和右代表了恶和善 左手也代表了软弱 没有能力 是掉势力的一个象征 然后左手代表了力量 代表了保障 然后也代表了一个灵活 所以在圣经里面 有很多处提到 不是在左边 而是要在右边 他常常也指着 神随时的帮助和保护 不是在左边 是在右边 所以正如诗篇第十六篇 第八节说 他说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的右边 我便不自动摇 所以右边 是代表了一个尊贵 代表了一个力量 代表一个好的来源 所以诗篇一百零九篇 第三十一节 他也说 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 要救他脱离 审判他灵魂的人 所以耶稣回到天上 坐在天父宝宝的哪里啊 右边 所以右边代表了 他的尊贵的地位 是高的 所以右边代表了善 我们要偏善 我们的心要偏右 但是我们真实的心 是偏哪里的 偏左 带一点右 对吗 所以人其实是偏心的不好 而且这个偏道是不善的 但是神是好的 然后第二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他说 疑魅人行路 显出无知 对众人说 他是疑魅人 原来一个疑魅的人 疑蠢的人 他是缺少判断力 所以他的行为 言行举止呢 都没有判断力 所以我们要有判断力 我们的言行举止要有判断力 我们就逼开了这个疑魅了 而且疑魅的人 还说别人疑魅的 他还是对众人说 哎呀你真蠢啊 你是疑魅人 就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 可能疑魅就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要有判断能力 我们要看清楚 所以我们的判断力 是在我们里面的 然后第三 他说掌权者的心 若你向你发怒 不要离开你的本位 因为柔和能免大过 掌权者的心这里 是指他的脾气 掌权者的脾气和他的心情 所以可能掌权者 你的上位者会发怒 他的怒发出来 当他发怒的时候 你不要就跟他一起冲动 不干 愤了离开你的本位 为什么 因为我们必须 忍尽了解 为什么掌权者会发脾气 会心情不好呢 其实你要了解 作为一个掌权者 压力是很大的 承担的东西 不是你眼睛 看到一件事而已 是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你也了解 你老板 其实承担的压力 可能是很多很多的压力 因为可能在 这一个事情里面 或者这一情当中 他面对的更大 他说你不要就冲动 辞职不干 他说因为柔和 能免大过 柔和在言文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一个柔和的意思是说 健康 权益 所以我们说 心灵要强壮 心灵要健康 当我们心灵健康 人家发怒 你就不会对号入座 然后马上就说 你是针对我 你要冷静了解 并且有一点忍耐 所以你有健康的心灵 其实你就可以 化解很多的问题 可是很多人 是很恐慌的 很容易就怀恨在心的 所以很多时候 就不能呆久 也可能会造成 很大的一个措施 所以这里 离开和能免 是同个字 意思说 要安静下来 不要就这样 一气丢掉 能免 意思说 也是安静下来 能够放得下 然后我们可以 胜过这个冒犯 所以智慧的人 和疑昧的人 是有差别的 然后第五节 第六节 到第七节 他就讲 我们要 在日光之下 他看到 这个传道者 看到一件事情 一个问题 他说 掌权的错误 是什么呢 就是 疑媚人 放在高位 然后富足人 坐在低位 其实他看到 一个社会 很大的问题 就是 很多人会把 疑媚人 放在高位上 结果就会 带下 不明智的 一个决定 也很多 不公平的 治理 主要就是 掌权的人 没有智慧 所以我们在 政治界 就看到很多 假使一昧的 君王在上面 一昧的人 站在国会里面 就带下 很多 我们说 混乱 所以传道者说 我见过 仆人骑马 王子像 仆人在地上 不行啊 他说 真的很多 很多这样的 不适当的 资历的 寿命 没有能力的 就坐在高位 有能力 有才华的 却浪费 在卑贱的 工作上 这是我们 社会的问题 传道者看到 所以 这一个 也是 发生着的 然后第五呢 我们要了解 疑媚 要避开疑媚 所以他就 在这里说 挖 现坑的 自己被掉在旗上 拆那个 强颜的 必被蛇所咬 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说 门挖 那个坑 好像 制造一个 伤害人的 一个 过程 陷阱 我们说 他说 必至是 其果 拆那个 墙岩 墙角 全部拆掉它 可能 就是非法的 进入 或者是 你想改变 你的 那个财产的 分界线 所以你会 挪一界线 他说 这样 最终 你会被 蛇所咬的 而且还要 付上 惨重的 代价 所以他说 害人之心 真的不可有 然后第九 第十节呢 他就说 他就说 拙开的石头 必受损伤 劈开木头的 必遭危险 铁器 钝了 若不将刃 磨块 就必多费 气力 但得知会 指教 便得一处 原来这一些 是因为 用的器具 不对 所以不对的时候 就会带来 很多的损伤 而且呢 这一些铁的工具 假使是 钝了 肯定就不会 有制造 或者说 很容易工作 就会很难工作 所以表示 我们的工具 不对 我们的工具 钝了 我们必须 把它磨砺 才能把工作 做得好 意思说 一个不懂的 数字都搞不清 你叫他去做 所以整天的 都是不平衡 然后该出的 就变成净 所以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 磨认的意味 就是要认清 问题的所在 智慧的人 是会寻求 对的技能 或者是工具 才能试半功倍 不然就 试 什么 试多 然后攻却少少 好 来 第七 他说 未行法术已先 蛇若咬人 后行法术 也是无益的 所以你有没有看过 人家玩蛇的把戏呢 原来这个很早期都有了 所以我们说 用蛇 然后玩一个把戏 可是 还没有行 这一些的法术 技能之前呢 就被蛇咬到了 所以 这一个被咬到的人 他再来 行这些把戏 透过这一些技术 来行把戏 有用吗 都没戏看了 所以 表示说 通常很多事情呢 我们前后 次虚 能够 按照前后的次虚 你这样完成 才有价值 才有效用 所以 智慧的人 他就有前后次虚 他有 看得到 这一些的什么 叫做 那个 得好处的一个方向 以昧的人 就是乱糟糟 所以 需要求智慧的 然后 第八 他说 第十二 十三节 他说 智慧人的口 说出恩言 以昧人的嘴 吞灭自己 他口中的言语 其头是以昧 他画的末尾 是 坚恶的 狂慌 恩言 其实是 恩惠的言语 我们刚刚开了 苗圃 八福 我们第一课 一定讲 口出恩言 我们有一个 刚刚信耶稣 不久的弟兄 他说他一听了 第一堂的 口出恩言 他说我马上就 悔改 因为以前 因为以前 我整天 骂我儿子 你是 monkey 你是monkey 你是monkey 生的 因为他们很 坏蛋 很调皮的时候 你就说 真像monkey 所以他说 以后就改口了 不要叫孩子 他们有名字的 不要叫他们 什么 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成为 智慧人 口出恩言 宜妹的人呢 说话 不加考虑的 而且出来的 都是恶 又毒的 所以其实是 生命的 破口来的 因为宜妹人 说话 说到最后呢 是胡言乱语了 所以我们 嘴唇 真的要 出恩惠 能够阻挡破口 第九 就是十四节 他说 宜妹人 多有言语 人却不知 将来有什么事 他身后的事 谁能告诉他呢 意思是说 宜妹人 很多话 讲啊 讲啊 好像他知道 很多 很博学 其实他讲了 很多 都是不通的 他对眼前的事 其实是没有认识的 很多人就讲 未来是怎样 然后自己 按自己的知识 来发展 未来观了 所以最后是 自吹自擂 讲了那么多 其实你都不知道 未来是怎样 你也没有启示 看见 也不合复圣经 其实这是 宜妹 因此我们要做 智慧人 就不要 自吹自擂 讲的时候 想过才讲 而且是要有根据的 是要有明摆的 有情 有理的 然后第十 他就说 凡宜妹人 他的劳碌 使自己困发 因为连进城的路 他也不知道 所以表示说 一条通往城市的路 肯定有很明显的标志 可是宜妹人 却看不清楚 所以表示 看不清楚 生命方向的 就会迷糊 一生只靠着 劳碌 做事 一生都是 劳劳碌碌 没有家庭生活 没有教会生活 没有休息 没有仪了 得到的 只是很困乏 很疲倦 这是宜妹 所以我们走在 人生当中 我们要看清 我们的路向和标志 原来通往城市 这条路呢 是有 清楚标志的 你要看 我们说 不然你一生人 忙忙碌碌 却去不到 目的地 好 第十一 他说 第十六到十七节 他说 邦国啊 你的王若是孩童 你的群 群 早晨 燕日 你就有祸了 所以你看到 这样是 王是孩童 孩童代表什么 孩童代表 不成熟 所以不成熟的人 在治理这个国 就麻烦了 他们早晚 只是一早起床 只顾着燕乐 所以燕乐 有一个字 是吞噬 不单只吃而已 不单只吃而已 不成熟的人 所以他都不懂得 管理这个国家的经济 他们只会吞噬 然后他说 你就有祸了 其实 这个有祸是一个 唉 这样的意思 无奈 所以这样是没有成熟 没有节制 我们就像一个孩童 管理一个国家一样 可是他说 邦国 假设你的王 是贵招之子 你的群臣 按时吃贺 我要补利 不是罪酒 你就有福了 所以 所以 按时 其实是节制 你按时起床 你按时做对的事情 你按时做该做的事 我们叫做节制 所以需要有成熟 第十二需要有成熟 第十一需要有成熟 然后第十二需要有节制 所以我们成熟 才能治理国家 治理很多的事情 今天很多家庭失败 是父母不成熟 他不知道怎么样来管理家庭 管理孩子 但是也不寻求帮助 也不找人 请教别人 所以我们原来 在管理的时候 需要有成熟度的 然后我们需要有节制的 知道什么 time and season 来吃喝 吃也是为了补充精力 体力 不是一个狂瘾 所以我们真的是 跟主说 主啊 求你救我们 求你为我们选出 成熟 高贵 有节制的人 因为他们才能够知道 怎么管理这个国家 使用这个国家的资源 我相信 所有马来西亚的子民 都需要祷告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人 站在高位 我们才能看到 东西有突破 管理的当 处理的队 然后不是成为 devarler 不是成为吞噬者 所以我们需要 成熟高贵 有节制的人出来 所以我们要求神 你帮我们 然后第十三 就是远离懒惰 远离懒惰 所以他说因为人懒惰 所以房顶呢 就塌下来 因为人手 人手懒 然后房屋就 低漏 所以你就看到 哇 很多的问题 你就看到 原来懒惰 是让房都塌的 所以这是一个麻烦 接下来呢 第十九节 第十三 他说 我们摆设 宗罗门 享尽一切 荣华富贵 他也喝了 世界所有的好酒 他也真的 非常有钱 可是在这里 他这样讲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他用一个 反面来表达 人的价值 不是在酒肉而已 人的生命 也不是因为 他拥有多少财物 来衡量的 真的有钱 可以鬼推磨 我们说 让人真的很硬心 什么都可以 但是有很多东西 是钱财买不到的 也不是食物 可以满足到你的 也不是酒 能够让你 什么快活的 所以我们 真的要 不要迷糊 所以在一切 厌热财物上 不要迷糊 第二十节 所以最后的 一点就是 你不要 藐视 批评 领袖 他说 你不可咒诅君王 也不可心怀慈念 在你卧房 也不可咒诅 那个 父 因为空中的鸟 必传扬着声音 有痴旁 也必述说 这事 意思说 我们在 这个国家里面生活 我们对国家 君王 或者对一些领袖 有钱 有才士的人 我们产生 一个藐视 所以我们就 带下愤怒 其实是没有帮助的 它会伤我们的 它是我们 看不透 弟兄姐妹 这一些 愚昧的东西 天天在发生 可是你一定要 保护自己 我们说 各强有耳 所以假使 轻视权威 权柄者呢 其实我们的态度 就会显出来的 所以这一些的批评 苦读 被听见了 我们就是 一昧人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的一昧是 从口出来 我们的一昧是 从态度出来 所以我们其实 都要保护自己 远离这一切 所以我们 就要做一个 不批评论断的人 我们要在钱财上 不要迷糊 而且我们要 成熟有节制 而且我们人生里面 要看清 那个路向 我们要看清 那个路是怎么走的 所以我们不要 多言多语 自吹自擂 还有呢 我们嘴唇 要多讲 恩惠的话 我们就能 堵住很多的破口 然后呢 做事 有前后自虚 这一些对了 事情就会这样 成就的 还有呢 我们的器皿 要对 才不会费力 所以放对的人 在对的位置 就好像 媒体不会拿camera 然后我们就放他 在那个媒体 拿camera 抓机的人 你知道不对的人呢 就让你头晕 因为他拿 那个机的时候 是动来动去的 你看那个画面 就头晕了 但是对了器皿呢 你看起来就很舒服了 所以原来人生 很多东西 要用对的东西 还有害人之心 不可以有啊 然后我们要让 丰富之言的人 来掌权 最后 面对冲突的时候 我们要用 柔和的 那个态度 就算 你面对权柄子 也能够过 很多的关啊 所以言以行为上 要有判断的能力 最后 你的心 是要偏 右的 因为右是好的 耶稣都坐在 天父爸爸的右边 所以我们避开 一昧 但是我们要 怎么样面对一昧 要用对的态度 面对一昧 当我们用 对的态度 面对一昧的时候 咦 我们就是智慧人了 我们成为 智慧人来 带来很多很多 事情的通畅 神言神祝福你们 听完了这个 传道者的 这一章 跟你旁边 家人说 你 会成为 智慧人 当你把这些话 听进去 你会成为 智慧人 好我们一起来 敬拜我们的神 好我们一起 起立 我们一起来 敬拜 赞美我们的神 对 敬拜 来 祝你 祝 祝你 保守我的心 我的意念 使我 能够 传心你 执疑 我也 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 钟如上的光 成为我教权的疼 主 求你借故我信心 我的力量 使我能以勇敢向前行 赢我 直到有时我仍会软弱 求你带领我 使我不会再退缩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 使我能成为你说喜悦的儿女 使我的生命能够展现你荣耀 主 求你保守我的心 我的意念 使我能够遵循你指引 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 这路上的光 成为我教权的疼 主 求你坚固我信心 我的力量 使我能以勇敢向前行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我 直到有时我仍会软弱 求你带领我 使我不会再退缩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 使我能成为你说喜悦的儿女 使我的生命能够展现你荣耀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 使我能成为你说喜悦的儿女 儿女 是我的生命能够呈现你荣耀 今天我们要为我们的掌权者祷告 今天吻我们要要特别为我们掌权者祷告 我们要求我们需要在向 rechts 无论是在我们国家在位的 他们也是我们的掌权者 或者是在你的工作的 自属的上师也是你掌权者 第四节的是讲到你自属的上师 或者是你的上位者 掌权者的心若向你放入 不要离开你本位 因为柔和和能免大过 这个教导我们有一件事情 我们的原意是很重要 对我们的上位者 甚至到我们国家的掌权者 我们不能够随便在我们心里 或者我们口上发怒 当他人在位的时候 是神放他们在那边 给他们允许他们在那里 所以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上位者来祷告 特别现在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的掌权者来祷告 他们有很多的我们需要他是在好的臣服 在他们周围 好的这些臣服呢 就是能够给他们有好的意见 他们有很多的这些聪明智慧的人 有聪明智慧的人 在他们周围 他们真的是贵咒之子 所以他们真的是知道怎么样来治理国家 我们把我们的掌权者带到主的面前 我们可以为他们来祷告 他们的成败都跟我们有关系 他们能够好好地用他们的在位来治理国家 我们人民真的是很幸福了 他们真的是按时治理 按时治贺 所以我们真的是很需要我们为他们祷告 教会能够起来 教会能够来在这个黑暗当中成为光明 教会真的是站在那个中流砥柱 然后在这个黑暗的潮流里面 虽然是波涛汹涌 但是我们就站在那里成为光成为圆 我们不怕这样的一个挑战 但是我们真的发声音 教会发声音 弟兄姐妹们起来发声音 为了这个世代 为了这个黑暗 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宣告 可以改变 可以做一些改变的工作 我们就是那个声音 如果我们教会不起来祷告 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起来发声音了 我们是最重要的 这个国家是怎样呢 就是教会的责任 主啊 帮助我们 我们真的要起来 我们真的要起来 主啊 我们的祷告勇士要起来 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 土掌们起来 发声 现在 把我们的祷告放在这个世界上 把我们的声音发在这个属灵界里面 它会有功效的 你们要相信 你们所想的 是在这属灵里面有功效的 它会翻转的 它会改变的 所以我们说话 我们是要正面积极的 我们是柔和的 我们就可以免出这个大祸来 现在 我们不能够泄息了 我们要举起我们的手 拿起我们的脚 我们是祷告的时候 是祷告的时候 是改变扭转的时候 主啊 谢谢你 主耶稣 祝天我们众人的祷告 现在 我们发出的声音 说进入灵界里面 改变这个黑暗的时代 谢谢主耶稣 推听我们的祷告 叫我们成为智慧人 所以说我们掌权者 他们也是有智慧 在他们周围的一般的城府 都是智慧的人 主啊 把一切的异类人拿走 从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要说 那些不中用的 主啊 你拿走他 主啊 你生起有用的人 主啊 你使用那些智慧的人 在他们 在我们的朝中 在我们的国家的政治里面 兴起这样的人 让你来使用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 主啊 祝福我们所有的人 凡是来到你面前 承导的 他们领受你的话语 听你的话 也有去遵行的 是蒙大福的 谢谢你主耶稣 祝福我们的教会 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 还有所有跟我们承导的 主啊 你以他们说话 主啊 你的手 带领脱带他们 主啊 保血后 涂抹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我们的母堂 在香港的时候走岛 主啊 你要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保守保护我们每一个人 凡是他们出去的 征战的时候 主啊 你拆派你的 这个大能的天使 与我们同去 主啊 你在香港的上空 做你自己奇妙的工作 主啊 你拆派许许多的 征战的天使 与我们同去 准备我们的属灵的气候 改变当时的事情 主啊 谢谢你主耶稣 以我们同去 同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一起说 阿们 谢谢大家 我们的神导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集完的 我们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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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集完